不净理想的话,你可以再调整,比如说输入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个地方,假如说我输入的时候 这个姿态小 有没有,这个当然有一些地方还可以再修一下,比如说这个地方 这四个,诶,姿态小,颜色如果你还要变一下,当然你也可以再改 一样可以切到那个开发人员里面的这个地方 这个 那当然你四个要一起改的话 建议各位是一次选四个,你可以不需要 那改的话,你可以把这四个里面的那个,它的那个属性 里面的字的大小,你可以从FORM的这个 点击 那原来是9号字太小了,比如把它改12号,或是4号 按确定 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它改是一次改四个,你不需要一个个慢慢改 这些小学校,慢慢你用手就慢慢就习惯了 那FORCOLOR指的是它颜色,如果你黑色字你不喜欢 把它改一个深绿色,OK好,这样四个一起改 那改完之后你把它执行,你会发现 我把这个 直接执行 或者直接按下这个按钮也可以啦,按下启动表单 启动 这个时候输入,比如说输入到 DDD,就OK了 然后按Enter Enter 直接 那如果没有错的话,按新增 这就OK了 当然 就是如果 房呆里面,当然就是 里面没输入 一定不会过 所以这个一定要输入 那你可以测试啦 如果说你这边都没问题,或者是输入的是 这个假如说不是数字 他一定也不让你过 按新增 这个把它 删掉 OK 那这样 全部OK之后 新增 才会是正确的 那这个部分的话,我想 细节部分,还是需要一些时间练习 那这个之后的话,请各位切到那个综合练习里面 那待会的话,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练习题 里面的话,当然也是一些逻辑的判断 比如说,各位可以看一下,这边的话,当然 这个逻辑是 主要针对这个栏位 I栏里面,这一栏里面的这个增减体重百分比 如果呢 他的所谓的增减体重百分比,是根据什么呢 他的体重 跟 标准体重 之间相差多少 那也就是你可以看一下,他这个人 他的体重跟标准相差 27.6%,意思是他太瘦了 他必须要再增加27.6 所以这个是不标准,太瘦了 这个也是太瘦了 他离标准体重 还有这样的距离 这个 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应该好 OK,然后呢,负的话是说他过 过胖了 有没有 那 要在正负5%里面呢 以内 算是标准的 以外的话呢,算不标准 所以如果说我今天呢 希望做个逻辑判断 请各位就是在这个后面 帮我显示一下 如果我说他过胖或过轻的话 帮我显示不标准 像这个就不标准 不标准 这个也是不标准 那标准的是这两个应该就标准 OK 那逻辑的话 其实呢 当然题目里面有提示的 就是你用偶尔 刚刚一样 请各位把这个地方延伸一下 VBA 那所谓的VBA就是说呢 如果他也是可以一键完成 标准不标准 OK,那怎么判断 其实就刚刚VBA的部分 第三个呢 也许你可以怎么样 在这边插入一个 智力函数 给他一个什么 增减体重百分比 他会 直接就告诉你是标准不标准 所以总共有三个部分 请各位试试看 好不好 那待会我们再来看一下 这个所谓的综合练习题 那画面先还给我试试一下 那这些呢 其实跟前面做过的题目 其实很多是雷同 只是说你要把它 很快的做出来 我想这个就是一个熟练 熟练度的问题 还有你对那个 逻辑 and跟or 这个这两个逻辑 到底 清不清楚 就是熟不熟练 那不论是在Excel里面 或在VBA里面 其实 都会遇到 OK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把刚刚讲的这三个部分 看看有没有办法把它做出来 待会我们再来看 看一下有关那个 第1个 如果说我今天呢 希望 利用这个 然后 我用的方法 用内建的函数的话 那这里当然 第1个我用那个 if的话 那插入函数里面 当然我用逻辑 这个前面有讲过了 所以直接 切到这个逻辑 逻辑里面用if 什么呢 逻辑的话 那我逻辑 我可以用 加偶额或加end 为什么 因为这个逻辑假设 我今天是用 偶额的话 如果第1个我用偶额 OK 那偶额的话呢 大概有两种可能性 一种可能性就是说 判断不标准 意思说他如果是 大于5%的 有没有 跟小于 什么 负5%的 这两个 都是属于不标准 中间的是属于标准 OK 这个是第1个用偶额的来判断 诶 那反之的话 如果用end的话 怎么判断 等一下再看 所以第1个 如果我今天用偶额来判断的话 那我的习惯 就直接干脆的 在这边先打一个偶额 因为有两个 先打个偶额 前刮壶 那第1个就是说呢 我这里面的资料 如果大于 怎么样 5% 第2个条件是 逗点 这个里面的资料 小于 副版之5 小于副版之5 OK 这两个 我习惯上是用直接打上去的 一个刮壶 中间加逗点就可以了 如果这个条件为true 或这个条件为true的时候 那就是所谓的不标准 所以直接输入不标准 反之的话就标准 我就直接输出 输入那个 反之的话就标准 OK 所以基本上 这两个其中一个出现 不标准 剩下的其他就标准 这个是第1个逻辑 用偶的方式按确定 来看一下 向下填满 OK 好 应该没问题了 这两个 没错 标准 这两个 标准 其他不标准 OK 没问题 第2个的话 如果说我今天 我不要用 偶 如果我今天要 and 可不可以 刚刚是判断不标准 对不对 所以如果我今天用and and and什么 and是连 and是交集 偶尔是连集 所以呢 什么情况下 会是 这个区域 交汇的地方 OK 那理论上当然 我们可以什么 当 这个值 所以 刚好颠倒 刚好是 他要两 而且两个要同时为处 两个 而且要 为处的时候 所以基本上 这两个中间 会上交集的地方 那就是标准 反之呢 那是标准 OK 所以这个逻辑不太一样 但是结果会不会一样 结果应该是一样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说我今天 把这个 这个逻辑改一下 那改的方法 我习惯上 有不要放在 if上面 再插入函数 让他跳出这个 那如果我用and 来判断的话 这边把它改and 其他应该都一样 and OK and什么呢 如果 什么呢 这个追 是 如果是怎么样呢 他小于 小于 不过应该这边应该还得这样等于 小于等于的话 应该包含 如果包含 然后呢 或者是什么and 不是和 and 而且 逗点 追 4如果是怎么样 他大于 等于 假如等于包含的话 那如果这两个为 交集的话 那表示什么 他是标准 反之就不标准 所以标准跟不标准 刚好颠倒 好吧 交换一下 这个条件 两个都成立为标准 反之就不标准 按个确定 来试一下 所以你像他填满的 你看他放开 结果 一模一样 有没有 所以这一题基本上 你用 我也可以 用and也可以 应该可以了解这个道理 所以很多地方 其实 会 你会想说 为什么 一样的东西 为什么会有两种做法 或两种以上的做法 因为逻辑不一样 但是结果会是一样的 所以 每个人逻辑习惯不一样 所以有的时候 为什么 一样的结果 可是不同的工程师 不同的人写 奇怪 为什么这么多不一样的结果法 就像书里面 VBA的书也是一样 同样的东西 为什么 每个人写都不一样 那当然 最好是你自己有习惯的方法 因为我自己习惯怎么写 我有一套流程 然后 所以你看我写的东西跟其他 其他书里面写的也不太一样 OK 那第二个的话 有刚刚VBA部分 如果我先按下这个按钮 假如说我希望怎么样 按下它 自动帮我怎么样 把这边的结果 一样的结果 帮我输出 另外还有一个什么呢 一样有个清除 这跟前面一样 清楚 这个是VBA的 这个SARP 另外有个是插入一个什么呢 制定函数 增兼体重百分比 给他什么 增兼体重 按确定 下下填满 结果也会一样 那是怎么做 其实做法上 跟前面几乎一模一样 反正好你会发现 后面的程式 写来写去 都不脱离 第1个 如果你要增加按钮的话 先写个回圈 For I 等于 4到 13 这个range 给他 对不对 然后呢 一个NAS 中间的话呢 多了一个逻辑判断 如果什么呢 如果哪一栏 我要抓追栏的东西 所以 Sales I列的追栏 里面的东西呢 如果怎么样 这个中间我们可以用or or的话呢 如果他大于等于 大于5% 不过特别注意 5% 在VBA里面 你不能写5% 因为那个person 在VBA里面是保留字 你不能用5 百分比 像这个百分比 那你就变成你要改一下 可能要改0.05 你不能用person OK 其他都一样 所以写完的话 应该我想这个跟前面蛮类似的 我们直接来看 所以呢 第一个 一样插入一个程序 增减体重百分比 名称应该用这个好 第二个的话呢 For I 等于4到13 那其实13 你可以怎样 把它用成 增测的 不过因为这边有多一个平均 可能你增测完之后 你可能要再减料1 不然多一列 OK 然后呢 其他的话呢 当然就是 多一个逻辑判断 我讲过啦 反正两重逻辑嘛 不是标准 不就是不标准 所以呢 如果两重的话呢 那我们用else 那中间用or 这个地方特别注意 就是 如果 如果I列的追栏 里面如果大于百入 或者是 小于复百入 其实你可以用画图的 这个上面 或者这个下面 是属于不标准 那你就在L栏里面输出不标准 反之呢 在L栏就输出标准 其实 逻辑上跟刚刚l还蛮像的 只是写法稍微不同 所以这个部分 我想各位可以试一下 这个这个逻辑上的修改 一样做个清除 清除的话 把里面的资料给清除 可以清空 可以清空 增加 清除 另外还有个是 制定函数 制定函数跟刚刚那个 Function 其实sub 蛮像的 只是 不需要做那个for回圈 请各位先试试看 刚刚第1个 再用内建函数 输出这个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利用那个内建函数 if 里面 用and 还有用 先用or看看 然后再用and 把它稍微做个修改 好 好 中文字幕——YK